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AI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 我们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 八家每日报纸对OpenAI和微软提起诉讼 指控这些科技巨头非法使用新闻文章训练他们的AI聊天机器人 这起诉讼引发了关于版权和AI伦理的广泛讨论 接着 我们将探索AI如何成为抗击森林火灾的潜在盟友 从自主无人机到社交媒体数据的分析 AI的进步为火灾应对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最后 FK Twix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有关它正在开发自己的身为技术的证词 这凸显了AI在创意产业中的潜力以及对艺术家权益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由科技快速驱动的时代 人工智能 AI的应用正迅速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新闻产业的版权争议 野火防控的创新应用 到艺术领域的深度伪造技术 DeepFake探索 AI的双刃剑特性愈发凸显 以下是从纽约时报 电讯报和雅虎美国收集的相关报道 展现了AI技术如何在不同领域引发热议 首先 纽约时报报道了一宗引起广泛关注的诉讼案件 八家由Oden Global Capital拥有的日报对OpenAI和微软提起诉讼 指控这两家科技巨头非法使用了数百万篇受版权保护的新闻文章 来训练他们的AI聊天机器人 这些报纸包括纽约每日新闻和芝加哥论坛报 他们声称OpenAI和微软的行为减少了读者支付订阅费用 来访问内容的需求 该诉讼案没有具体指明赔偿金额 但要求进行陪审团审判并获得对内容使用的赔偿 而在电讯报中 我们看到了AI技术在野火防控方面的创新应用 丹麦公司Roboto利用自主无人机在受影响区域进行侦查 实时为应对人员确定火源的热点 这些无人机还能提供有关火势大小和方向的数据 迅速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消防员 Roboto的首席执行官Dr. Kenneth Gippo表示 AI和机器人的使用有望有一天消除人类消防员的需求 首先取代农村地区使用的灭火飞机 然而其他专家认为 AI技术在提高野火应急响应方面具有潜力 例如使用社交媒体确定起火点和改进野火预测 另一方面 雅虎美国报道了艺术家FK Twix 向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 提交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书面证词 透露他正在开发自己的深度伪造技术 他在声明中强调 AI可以是一种创意和商业工具 但前提是艺术家同意并保留对其表现的控制权 FK Twix表示 他的深度伪造项目已经开发了一年 能够使用他的确切语调 并且能够说多种语言 目前 参议院知识产权小组委员会正在讨论NoFix法案 这项法案将使深度伪造创作者在民事索赔中承担责任 这些报道展示了 AI技术如何在不同领域引起激烈的讨论和反思 从新闻产业的版权争议 野火防控的创新应用 到艺术领域的深度伪造技术探索 AI的潜力和挑战并存 随着技术的进步 如何平衡创新与道德 法律和社会责任 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科技 文化和社会议题纠缠在一起 形成了一系列引人入胜又令人思考的现象 从舞台剧的创新改编到政治领袖 对当代文化挑战的回应 再到科技应用如何保护用户安全 这些故事各自揭示了我们时代的独特面貌 《每日电讯报》近期报道了一项 引人注目的艺术创新《菲利普·K·迪克的反乌托邦》 短篇小说《少数报告》被改编成舞台剧 这部作品由演员兼作家大卫 海格操刀 将故事背景设定在英国 描绘了一个由国家预先检测 并处理罪犯冲动的社会 该剧透过灯光 编舞和舞台设计的巧妙运用 成功营造出悬疑和兴奋感 但也有评论指出其未能深入探讨 故事中的政治和心理层面 此外 这部舞台剧也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 AI用于监控 以及滥用权力可能性的问题 这些都是当下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 同样来自每日电讯报的另一篇报道 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 在伦敦的编辑协会会议上发表讲话 呼吁对抗取消文化的寒冬 强调这是对民主的威胁 苏纳克强调了言论自由 和挑战不同观点的重要性 并指出来自俄罗斯 伊朗 北韩和中国等威权国家 对民主的日益威胁 他还提到了人工智能在媒体行业中的崛起 以及他对知识产权和新闻准确性 所带来的风险 表示政府正在努力确保 技术不被民主的敌人所利用 在科技应用方面 独立报报道了一项重要的创新 约会应用Bumble推出了一系列新功能 旨在提高女性用户的安全 自2014年推出以来 Bumble一直允许女性在开始对话时先行一步 新功能包括一个开场白的工具 让用户设定一个问题 已开启对话 并引入了在个人资料上显示约会意图的徽章 让用户能够表明他们在寻找什么 此外 该公司还更新了其兼容性算法 并增加了个人资料上所需的最少照片数量 这三个故事虽然各自独立 但共同揭示了一个主题 无论是通过艺术 政治 还是科技 人们都在寻求理解和应对当代社会的挑战 从舞台上对未来社会的想象 到政治领袖对文化现象的回应 再到科技创新再提高个人安全方面的努力 这些故事都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这些努力和创新提醒我们 面对挑战 人类的创造力和适应能力是无限的 在当今世界 国际关系和科技创新是推动时代前进的两大引擎 最近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的中国之行和苹果公司即将发布的iPhone 16 无疑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这两件事情虽然领域不同 但都在其各自的领域内展现了未来的可能性和挑战 据Diplomat报道 布林肯此次访华 并未在缓解两国间紧张关系上取得显著突破 在为期三天的访问中 布林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会谈 讨论了包括台湾 罗乌战争 以及贸易和技术联系等一系列争议性问题 双方在许多问题上立场坚定 未能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共识 美中两国在多个议题上立场截然相反 包括中国对俄罗斯防务工业的支持 以及美国对台湾的军售等 尽管如此 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对于避免误判和冲突仍然至关重要 在经济领域 Yahoo!US报道了美国股市的最新动态 在联邦储备系统的利率决定公布前 美国股市保持稳定 投资者正密切关注亚马逊第一季度的盈利报告 以此作为判断大型科技股近期涨势是否将持续的依据 尽管本月面临困难 但股市在近几周因特斯拉和派拉蒙超出预期的好结果而出现反弹 科技创新方面 The Independent揭示了关于即将发布的iPhone 16和iPhone 16 Pro的各种传言 预计苹果将在9月发布最具人工智能特性的iPhone 关于新功能和设计的预测包括 为摄像头增加抗反射光学图层以提升图像质量 为Pro模型提供更大的显示屏 以及一种新的语言模型 该模型将在设备上运行以增强AI能力 有关iPhone 16的设计传言 包括更薄的边框 具有更多功能的新动作按钮 以及视频录制的新捕捉按钮 iPhone 16 Pro模型可能还将升级摄像头阵列 并且基础模型可能有新颜色可选 在规格方面 iPhone 16预计将配备新的A18芯片 并可能在热管理上有所改进 以解决过热问题 预计还将升级WiFi芯片 堆叠电池技术 并在新的iOS18中加入AI功能 尽管这些传言为我们提供了 对iPhone 16可能提供的 功能的激动人心的预览 但直到苹果官方宣布之前 这些信息还需谨慎对待 综上所述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角力 还是在科技创新的竞赛中 我们都能看到 未来充满了挑战与机遇 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 股市的波动 以及科技产品的创新 都在以各自的方式 影响着我们的世界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保持警惕 拥抱变化 为未来做好准备 显得尤为重要 在当今世界 从音乐到时尚 再到金融市场 创新和影响力 正在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 最近 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和发展 凸显了这一趋势 从A美元AP Rocky的 时尚合作到隐私权的保护 再到对美元敞口的投资建议 每一个故事 都揭示了创造力和策略 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音乐和时尚界的跨界合作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Puma携手饶舌歌手 A美元AP Rocky 任命他为其 一级方程式赛车 合作伙伴的创意总监 A美元AP Rocky 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成功 还亲自指导了 自己的音乐视频 现在 他将把自己的创意 才能应用到时尚界 设计并推出 一系列限量版的服装系列 以一级方程式赛车为灵感 他的首个系列 在迈阿密大奖赛上推出 包括了灵感 来自赛车服的运动套装 印有安全带的T恤 和一款赛车鞋 Puma预计到2025年 A美元AP Rocky的影响 将贯穿其 为一级方程式赛车制作的 所有产品 这不仅展示了 他作为GT Tarantino的独特风格 也预示着音乐和时尚界的 更多创新合作 然而 在科技和通讯领域 隐私权的保护 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华盛顿邮报》报道 由于一项新的隐私提案 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可能会失去其监管电信行业 潜在隐私侵犯的权利 这项提案 旨在为公司收集 并将数据隐私的监督职责 大部分交给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从而剥夺了 FCC发布罚款的权利 消费者倡导团体 对此提案表示担忧 认为 FCC在执法反对电信行业 滥用个人信息方面 拥有独特的地位 在金融市场上 寻找具有美元敞口的投资机会 正成为焦点 《环球邮报》援引 而BC分析师的建议 推荐关注那些 更多暴露于美元的加拿大行业 包括技术 媒体 金融 医疗保健 工业 以及纸张和零产品 此外 Buffet推荐了几只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 包括Enfernal PE Connectivity Molex和Corning 德意志银行的首席策略师 Binti Charter报告指出 美国季度盈利已经超出预期 总体盈利超出预期的比例 达到9.2% 这是近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几乎是历史平均水平 4.9%的两倍 这一趋势 不仅反映了市场的韧性 也为投资者提供了 美元场口投资机会的宝贵洞察 总之 从A美元AP Rocky的时尚创新到 隐私权保护的挑战 再到金融市场上 对美元场口的关注 这些故事共同描绘了一个 由创造力 策略和影响力驱动的 当代世界图景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 无论是艺术家 政策制定者 还是投资者 都在寻求创新的方式 来适应和塑造未来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创新和调整 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必要手段 从纽约时报报道的交友应用 Bumble的新功能 到多伦多使用实时数据 管理交通拥堵 再到外交官 杂志揭露的印度政治讽刺家 如何挑战纳伦德拉 莫迪政府 这些故事 不仅展示了技术和创意的力量 还反映了人们 如何适应和回应当前的社会挑战 首先 纽约时报带来了一个 关于Bumble交友应用的更新 这个以女性主导的平台 引入了一项名为开场白的新功能 旨在吸引更多用户 这项功能允许女性 在她们的个人档案中添加一个问题 男性用户可以对此回答 从而开启对话 这一变化 源于女性用户的反馈 他们认为 必须首先发起对话 是一种负担 这个创新的举措 不仅为交友应用领域 带来了新气息 也体现了对用户需求 和心理的深刻理解 让交友过程更加灵活和无压力 接着 多伦多星报揭示了 多伦多如何利用实时数据 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这座城市的交通运营中心 位于北约克 通过监控拥堵情况 并调整2500个交通信号的时序 来尝试保持街道畅通 此外 该城市还计划在 五个市中心交叉路口增加 AI摄像头和传感器 作为一个试点项目 这种智能技术的应用 不仅展示了多伦多 如何利用创新手段 来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一个 应对类似挑战的参考模式 最后 外交官杂志的报道 聚焦于印度的政治讽刺家 和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 如何挑战莫迪政府 这些独立的公民 包括喜剧演员 教授和YouTube内容创作者 利用他们的平台 揭露主流媒体 常忽略的问题 如失业 物价上涨和不平等 其中一位受欢迎的 YouTube内容创作者 Ju Vlazi 他的视频 因揭露印度民主状况 以及莫迪政府的问题 而获得了数百万的观看次数 这些政治讽刺家 和社交媒体创作者 不仅提高了公众 对莫迪政府过度行为的认识 也打破了人民党 对社交媒体 和WhatsApp内容的主导地位 展示了他们 在塑造公众舆论中的重要作用 这些故事展示了人们 如何通过创新 和适应来应对当前的挑战 无论是在交友应用的使用 城市交通管理 还是政治言论的自由方面 这些例子 不仅体现了技术和创意的力量 也展示了人们 对于创造更好未来的不懈追求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